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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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连自己都利益不了了 菩提心就丢了 但是到了初地以后 菩提心就成了一种自己内心的一种本来的东西 就是说你就是这样的 没有说我要怎么样 是你就是这样的 你变不成别的东西 就是说你已经是个红的了 你变不成白的了 你成了你的品质 就是说菩萨一定是菩提心 他就没有别的心 你要让他在这个世界呈现 他一定是呈现菩提心 他一动念就是利他的 他就像这个机器已经变成这个程序了 他只要动个念头 一定是为别人想 他也许会翻过来 就算你进出地以后你就变成这种 但是随着果位上的成就的话 会有一种什么 因为对空性的了物越来越深 他就说普度众生 十无众生可度 就是说菩萨是利益六道众生的 他在度众生的过程 如果他把六道众生全挂在心上的话 他就死掉了 因为六道众生的业力那么多 他能挂得了吗 我们平时挂一个人我们都累死了 我们要利益一个人这一辈子 比如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老妈老爸 或者是你利益一个人你就很累了 你能把他一生弄得很幸福吗 你就切挂他 但是要挂六道众生你想想 菩萨如果有心 早就一往上挂就累死了 所以说菩萨根本无心 他必须进入无心的等级 他才会解脱 就是说他进入无心的等级 他就心无挂 然后普度六道众生 随着当然初地菩萨可能达不到 只是成为一个品质 但是逐渐震入十地菩萨的时候 他就游戏必进空 他的普度众生就变成了一个游戏 他进入无心的状态了 所以就心无挂矮 每件事极无极空 他度众生 十五众生可度 就是说那是个正量的 慈悲心更重要的是一种流露 慈悲心是菩萨在果位上的流露 就是说他已经正入 这种无分别的境界以后 大慈大悲流露出来慈悲 慈悲 它是个智慧 智慧一起的 我们如果字面理解 它是从有情欲的爱跟这个善良善心 是昇华起来的 但是其实菩萨的大慈大悲更撇住一种智慧 智慧的流露 我们说慈悲好像是一种 像父母一样 就是关怀孩子那样的一种 但是这种爱在 但是它流露的不是父母的情欲的那种 那种爱 不管远的 近的 善的 恶的 所有的它的平等 平等心 其实慈悲你不能用我们用情欲的心去理解这种慈悲 如果一定要把它在人世界视线的话 视线慈悲就是视线智慧 它的智慧就像手心手背的一样 大慈大悲一定是大智慧 佛的智慧 这边就是智慧 这边就是大慈大悲 它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本来也无心 本来你也挂不住任何东西 所以平时说我们切挂切挂 你本来就没心你往哪挂 只是执着 你的所有的切挂就是执着 你执着了那件事 就挂上了 因为我们本来是佛哪有心啊 本来我们本来在无心地啊 你本来是那样的 只不过我们正会本来而已 你正不会本来啊 你现在是错误的一个活法 就是你那时候我切挂我爱你 我所有的东西 放不下的东西 其实都是我们执着了 分别了 并不是你真的挂在心上来 你就没有心 你如果是很很近的去旁观自己内在 除了你身面的意识 跟每一个身面的细胞也好 把自己一分离 剩下的就是点执着 你心里面 你如果一定要说你有个心的话 那就就是分别执着 剩下的啥也没有 剩下的就是分别 这个人我喜欢 这个人不喜欢 这个人喜欢 这个人不喜欢 这个人散的 这个人丑的 这个人男的 这个人女的 这个人长得美 这个人这个衣服好看 就这些 这就是你的心啊 心就是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 剩下你哪有心啊 你用什么来爱众生啊 你用什么 你根本就没有东西 只有你把这些分别执着 转了转成智慧和慈悲 你才有多些爱众生啊 你这个分别执着 怎么爱众生啊 因为你是没有心的 你的心就是分别执着 对凡夫众生 心的视线就是分别执着 就说我们视线 菩提心也是 慈悲心 你视线什么也是分别执着 来实现 又很执着 又分别 来实现你的心 我看它漂亮 这就是我的心 我看它美 就是我的心 我不喜欢它 就是我的心 这就是你啊 你不喜欢 这三个字就是你 你这儿是没东西呢 你这儿又不是这个 这就是个仪器嘛 你那个心就跑出去 跑出去 跑出去分别嘛 然后把你分别的这个转 转成智慧 这又是你的心 这个心就变成了火 这个心就变成了火 他们回来 你这儿是什么 我看它不见 你一样 就会一样 你这儿是什么